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温宇 今天我们来讲个效果叫做旋转世界效果 这个效果其实在很多大神的Vlog里面会经常看到 他会先拍一个素材 然后对这个视频突然进行一个翻转 再通过天空的一个转折 直接进入到另一个视频片段上 所以对于一些旅行的Vlog 或者对于一些风景类的视频的话 这个效果无论是作为一个转场 还是作为两段故事中间的一个转折 都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效果 如果你要有合适的配乐和音效 那这个效果就会更加出彩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如何完成的 今天我们讲这个效果原理上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先把两个素材放到同一个画面上 然后我们再对这个画面进行一个关键帧的一个添加 然后我们再对画面中的部分进行放大 之后我们再对它的大小和一个角度添加一些关键帧 就能实现这样一个从一个画面 然后转180度角到另一个画面 这样一个效果 当我们把两个画面拼接在一起的时候 中间肯定会有个缝隙 这里面我们需要用一个遮罩 去把这个中间的缝隙盖上 这样的话让这个效果看起来更加自然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素材 第一个素材是一群人在登山 然后这样一个风景的素材 第二个素材就是一个山 然后这里面有一些云彩 其实这个素材还是选的不是特别的理想 因为理论上来讲的话 你希望两个素材它的天空在色调上是比较一致的 这样的话你在转折的时候可能更加自然一点 还有就是说这个山可能离上边的这个素材边界稍微近了点 最好就是天空的位置稍微大一些 这样效果可能做起来更好 首先可以把第二个素材挪到第一个素材的上面 然后把它们的长度调整为一致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素材 按住Option加方向键 向上挪一个视频轨道 然后我们点击第一个素材 按住Option加鼠标拖转 去把它复制粘贴到第二个视频轨道上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三段视频素材 视频轨道1的素材 我们是用来做这样一个遮罩效果 视频轨道2的素材 我们是相当于第一段素材 视频轨道3相当于是第二段素材 那我们可以把这三个素材 用鼠标圈上 然后点击右键 点击新键Fusion片段 生成好Fusion片段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Fusion界面 进入到Fusion界面之后 我们可以看它默认的连接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其实要把它都重新连接 所以我们可以把MediaIn和Merge之间的线 全部给点断 点断之后的话 我们需要对这些MediaIn进行命名 MediaIn我们刚才讲 我们是用它来做遮罩的 所以我们可以按住F2 去把它命名为Mask Media2我们可以把它命名为Mountain 其实这么命名不是完全准确 因为视频素材2 其实也是Mountain 但是有扇那个素材的话 我们是要把它翻过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命名为Flip 就是这个翻转 那现在命名好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Mountain 连到这个Merge这个黄色的箭头上 我们可以把这个Flip 连到这个黄色箭头上 我们再把上方的Merge1节点 连到这个绿色箭头上 这样的话素材就会出现在上方画面中 把这些节点连好之后的话 我们第一步是要把两个素材 进行一些缩小 这样的话可以让两个素材同时处于这个画面中 那调整大小的这个节点就是Transform节点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Mountain节点 然后我们点击上方的这个Transform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Transform节点 我们在右边把它的大小调整为0.5 我们这里面输入0.5 OK 输入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幅画面 就已经缩小了 它的大小正好是这个画面的一半 这也是为什么你要做这个效果的话 可能最好用一些4K的素材 因为我们是要对这个画面进行缩小的 那这里面我用的是1080P的素材 如果想要做更好效果的话 建议用分辨率比较高一点的素材 那我们把它的大小调整到一半大小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的位置往下拉 可以直接拉到这个画面的底部 我们可以拖中这里面的Y的数值 当它和画面的底部接触时候 我们就可以停止 这样的话 第一幅画面的这个大小位置就调整好了 同理我们现在要调整第二个素材的大小 我们可以点击下方这个Flip 然后我们也跟刚才一样 在上面选择这个Transform节点 然后我们点击Transform节点 我们在右边检查器中 把它的大小也改为0.5 就是它现在的一半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个翻转 那这里面我们要做翻转的话 其实是有两种方法的 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点击这里面的Flip 就是相当于把它沿着X轴进行个翻转 那第二种方法的话 就是对它进行翻转180度 就相当于把这个手翻转成这个样子 这是有区别的 一个是镜面的翻转 一个是把素材本身的一个翻转 那这个区别就在于比如说两个素材中 你有云彩的一个流动 那如果你要想让两个素材 云彩的流动方向一致 你就需要考虑到是用Flip 还是用这个角度去调整 比如说我守着这个方向 假设我云彩是往这个方向移动的 那如果我通过Flip的话 变成这个样子 云彩还是往那个方向移动 但是如果我要把它通过角度 去调整180度的话 那云彩就变成了往这个方向移动 所以你选择这个翻转的方式 会影响到你最终云彩流动的方向 因为我现在第二个素材里面没有太多云彩 所以其实这个影响不是很重要 我可以在这里面直接选择Flip 就把它按照X轴上下镜像的一个翻转 翻转好之后跟刚才一样 我可以调整这里面Y的这个位置 去把它挪到这个画面的最上方 我可以按住Command加滑轮 把画面进行放大和缩小一些 那现在这个画面中就有两个视频素材在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放大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交界处还是有些空隙 但是我们之后会用遮罩部分 去把它进行一个掩盖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倒不是很大 那我们把两个素材位置调整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这个遮罩 我们回到工作区 我们看到这里面的这个遮罩选项 我们第一步还是要添加一个Merge节点 把遮罩这部分和下面两个素材 进行一个融合 我们点击这个Mask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Merge这个节点 然后把这个Merge节点 连到下方Merge节点这个绿色的这个箭头上 接下来我们需要添加个遮罩 来遮挡两个素材中间有缝隙的那个部分 那遮罩部分 我比如说我可以选取第一个素材 上方天空这部分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Max节点 然后我选择上方的这个ellipse 就是这个椭圆形 选择好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就多了一个圆形的 这样一个遮罩范围 我首先可以调整一下它的形状 比如说我可以通过拉动它的边缘 去把它调整为一个比较长长的一个椭圆形 我们也可以拉动它的侧面 去把它的长度稍微拉宽一些 形状选好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在右边的检查器中 对它的边缘柔化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可以在右边的Soft Edge里面 稍微提高一点点 这样让它的边缘没有那么硬 我们也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它的Border Width 就提高一点点就好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边缘会稍微柔化很多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遮罩部分 选择的只是扇的部分 我们希望让它选择天空的部分 这样我们才能用选择好的天空部分 去把两个素材中间那个缝隙给盖住 所以我可以点击这个ellipse这个节点 然后我拖动画面上这个箭头 把它往上拉 因为我知道我第一个素材上面的这个地方 是有天空的 比如说拉到这个位置 我可以看到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些云彩了 我可以选择这部分作为一个中间的素材 我可以把它宽度稍微拉大一点 那这样就好了 现在我已经选好了 我需要用来做遮罩这部分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需要通过一个Transform节点 把这部分拉到两个画面的中间 我可以回到工作区 点击这个mask节点 然后在上面添加一个Transform节点 然后我再点击这个Transform节点 我可以通过调整右边减压器 这种的wide的位置 去把这个遮罩 拉到我们画面中间 让它把中间这个缝盖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还是能够依稀地看到这个缝在里面 所以我可以回到这个Eclipse这个节点中 我把这个soft edge稍微拉低一点 因为现在可能是拉得有点高 拉低一点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缝隙就逐渐消失了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其实如果两个天空颜色要比较近似的话 可能这个遮罩效果来做起来更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遮罩已经放到这个画面中了 那然后两个素材也进行了一个位置的调整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做这个效果 我们下面需要做的就是对这三个素材 整体上添加一个运动上的一个关键帧 所以我们可以回到这个MERS2节点 因为现在这三个素材都统一连到这个MERS节点上 我可以点击这个MERS节点 然后在这里面再添加一个Transform节点 然后我们在新添加的Transform节点上添加关键帧 我们可以把方向头放到第一帧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Transform节点 然后我们可以先把画面放大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拉动右边检查器中的Size 这个选项 把画面先放大到它的宽度 能够占满这个全屏 OK 然后我们再通过调整它Senter的位置 就是把这个Y的位置往下调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画面只显示第一个素材 我们可以按住Command加滑轮把画面稍微调整一下 那现在画面中只显示第一个素材了 这时候的话我们对右边的Center 就是这个中心位置 还有Size 就是这个大小 还有这个Angle 就是这个旋转的角度 都打上关键帧 然后我们可以把方向头向前挪 大概二三十帧左右 然后我们可以再打上关键帧 这里面我们不对数据做变化 我们这里面的目的是因为我们想 不让画面一开始就进行一个旋转 而是让画面一开始保持位置上的不动 然后逐渐进入一个旋转的状态 这样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那我们打完这个关键帧之后 我们可以把不放头 大概放到这个视频的中间位置左右 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开始旋转了 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角度调一下 那我让大家先猜一下 我需要把角度调成多少 那可能小伙伴已经猜出来了 我们需要把角度调成90 因为在中间位置的时候 我们希望这个视频已经转了90度的角 那输好90之后 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画面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Y的位置 让画面的位置能够覆盖到下方这些 没有素材的一个涂层 我这里面也可以多拉一些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山放到中间位置左右 OK 这就是90度角的一个状态 那接下来的话 我可以大概到接近结尾的时候 比如说放到大概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对它角度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那这时候我们要调整到多少度角 那就是180度角 我们输入180 然后我们再通过调整Y的位置 去让画面只显示第二个素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棱角还是有点硬 刚才可能border width有点太多了 所以我可以把border width 稍微再缩小一点点 现在调整好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回放一下 视频是转过来了 但是问题在哪里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地方 是露出来这个背景的一个涂层 我们是不希望有这个效果的 所以怎么去避免出现这个情况呢 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在旋转的同时 对它进行一个放大 这样的话我们让画面放大之后 就可以避免看到它边缘出现 这样一个涂层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我们回到 刚才转到90度角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可以把它的size 拉大 比如说在这里面 可以把它放到5 然后我们再回到 刚才靠后的那个位置 比如把它大小 拉回到这个 接近于原始的一个程度 但是我们可以稍微 再放大一些 然后我们在最后一针的时候 把它大小 再放到这个原始的一个程度 这样的话当它转完之后 视频又会有一个 慢慢缩放的一个效果 所以可能更加具有一些电影感 那么这时候 回放一下看一下 OK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虽然现在没有 那个底下的图层了 但是好像看起来 还是这个动画 还是比较上映一点 那为了让这个动画 更加顺滑 我们还是跟之前一样 需要用到这个样条线 我们可以点击 上方的这个样条线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 稍微拉长一点 然后我们选中 Transform下面这几个选项 点击这里面的Zoom to Fit 就是让它适应 这个屏幕的大小 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三条线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条线是这个Size 绿色的这条线 是这个角度 此次这条线 是它的一个大小 为了让这个动画 更加顺滑 我们可以圈中 这里面的所有的点 然后我们按一下 键盘中的F 这样的话 它就变成了一个曲线 但是这个曲线有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这时候 再回放一下看看 我们可以看到 动画是顺滑了很多 但是好像在中间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停顿 那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可以先点击 Transform旁边这个对勾 先把它们都取消 我可以先选择 这里面的Displacement 我们知道中间这个点 就是我们刚才转90度这个点 其实当我们做完 最后一个点以后 它其实就没有一个 存在的必要了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最后是把它转180度 我们当时做这个点 其实只是为了做一个参考 所以为了让这个动画 更加顺滑一点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点删掉 那我们可以选择中间这个点 然后我们点击删除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这个曲线 就变成一条 比较顺滑的一个曲线了 同理对于角度的调整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面的角度 然后我们也可以删除中间这个点 它就变成这样一条曲线 这时候我们再回放一下 那这个效果就好了很多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中间 它没有一个比较奇怪的停顿 而且整体动画看起来非常顺滑 唯一的缺陷可能就是这个天空的颜色 我觉得还是不是很满意 因为这个颜色还是不太一致 解决方法就是一开始选择素材的时候 最好选择天空颜色 比较近似的一个素材 或者就是说你对其中的一个素材 天空的颜色先进行调整 调完色之后再做这个效果 可能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那这个效果到这里就讲完了 那正如大家看到的 这个效果其实原理上倒是非常简单 就是先把两个素材进行缩小 然后放在一个画面上 然后我们再通过添加一个遮罩 把两个画面拼接的部分 进行一个遮盖 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个transform节点 去对这个画面添加一些关键帧 来实现这样一个翻转的一个效果 中间我们也会对这个画面进行一个放大 来遮盖在旋转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其他没有视频素材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这个效果的应用场景 应该不光可以应用到 这些旅行的这些视频上 我们知道它的原理 其实就是利用了两段素材中 天空比较类似的一个元素 换句话说 如果你要能找到两个视频素材 它们在上方有比较接近的一个视频元素 不论是在颜色上还是形状上 那你不妨就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效果 是否能够应用在两个视频素材的衔接中 小伙伴们这么好学 相信能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看看这个效果能够应用到哪些场景上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黄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